唐某 我想坐起来 你最近怎么这么关心我啊 因为 我在追你 你 你说什么 听清楚了 我追你 好不好 不对啊 我也不是你的菜啊 我之前跟你告白 你也拒绝过我 当年是当年 现在是现在 你不会耍我吧 我像那开玩笑的样子 那个时候 我以为你跟罗 是男女朋友 这种学校传言你也信啊 我今天赢了 我 这么说 你当时就不喜欢我了 你少知我多情了 那个时候 我只觉得你是个劈腿的渣女 你不会以为 我当年跟你告白过 现在就会接受你吧 我脑子好乱啊 我没有让你现在留答案 我只告知你一下而已 旁边 我是谁 我们什么关系 你欠我多少房租 你是曲曼 是我的房东 我没欠你房租 你少趁我打劫 没失忆啊 我真担心你这一睁眼 变一个纯粮小公主 瞪着大眼睛来问我我哪位 不过他们说这个脑震荡 会失忆的 你 大夫也是这么说的 你跟我出来一下 你给我你所有联系方式 我呢 我找不到唐蜜的时候 只要联系你 我找不到唐蜜的时候 好 对啊 你这么关系唐蜜干吗 你是不是喜欢她 方便我联络 我要在她的哪里 你竟然不安全 你这个盯得也太精了吧 你太可怕了 你要卡号也给我 这么快就要贿赂我啊 你这个盯得也太精了吧 我跟你说啊 我跟你说啊 我不是随便的人 可跪着呢 确认一下手机 看有没有收到 我靠 这么多啊 唐蜜现在需要补充营养 这些是你们的 伙食补助费 不不不 这不是伙食费 这简直 马晓芝 先走了 她没嫁给你的 天哪 哥 你怎么来了 你 能从我的身体里出来了 那既然你从我的身体里出来了 是不是就意味着 记录好了吗 嗯 好了 要注意设备情况 好的 随时想汇报 好的 不是我好了 是你的病更重了 怎么会这样 完了完了完了 完了 一定是我脑子被砸坏了 哥 嗯 你觉得 这是我的幻觉 还是 我能有意识地跟你对话了 啊 我比较倾向于 第二种可能 第二种可能 哥 嗯 我想抱抱你 你不应该是谁 我不能那样哥 哥先不需要带来 你不需要带来 遍了俩子再有什么喜好 不便 我才不要 先说说你 脑袋怎么了 早上家门口被砸的 家门口 到底怎么回事 我就记得 有个东西掉下来 杨浩来接我 不过好在她没事 我就是被玻璃 磕破点皮 这个杨浩 怎么有她的地方 到处都不安定啊 小梅 你听我的 以后离她远一点 也没必要生气 以后离她远一点就是了 我没生气啊 怎么啦 怎么了 你看不见她吗 谁啊 那我跟你说 你可别吓着 干吗呀 神经兮兮的 罗欧 现在就在你的旁边 你确定你只是轻微脑震荡 你不用解释了 她是不会相信的 她说什么 你真的听不见吗 什么 她说 你是不会相信她的 我是不会相信 你说我这算什么呢 除了你 没有任何人能看得见我 完了 我脑子一定是被砸坏了 对对 你脑子一定被砸坏了 也许是你这次受的伤 把你脑袋中的某个机关打开了 能让我独立于你而存在了 可是只有我能看得见你 这也太不科学了吧 我 等等等等啊 你考虑一下我的感受